Hello,大家好,我是有两个小孩子的上班子妈咪,现在居住在纽约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纽约小孩子从零岁到五岁的所有的一些学校的一些费用 先讲一下纽约的小学教育是从几岁开始 在纽约的话是小学的话叫Elementary School 那Elementary School呢是从Kindergarten到五年级 跟国内有点不一样 国内的时候是,国内是小学六年级 然后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小学还有一个叫学前班 所以学前班是六岁的 就是收六岁的学前班 然后到七岁的一年级到六年级 但是纽约这边的话是从五岁开始收的 五岁呢这边就叫Kindergarten 然后到六岁就是first grade 然后呢所以在美国这边的话小学教育是免费的 但是他的学校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半要接走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上班族妈咪或爸爸的话 一般这边都是也是朝九晚五的工 也就等于说你要帮小孩子找一个大概两点半到五点或六点接的一个叫after school 这边就叫after school 那这些after school的话在我的大女儿学校那边 她本身就是有跟人家合作 然后在学校直接开after school的 然后那一家的情况下的话是两点半到六点接 不包括饮食 一个星期五天是一个月是300美金 那从300我觉得应该是从300到500不等的 那之前零岁到五岁进Kindergarten之前的话 那小孩子的学费大概要花费多少 那前提条件如果说你不是上班的情况下 你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的话 那这一边是你自己看小孩子就没有额外的支出 那在美国这边的话一般的家庭至少是有大概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有两个小孩子的还普遍比较多 那有一个小孩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父母可以去工作 然后小孩子送到一些幼儿园啊托儿所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比较划算 但是如果有两个小孩子的情况下的话 如果两个小孩子都送去托儿所 其实费用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比你的工资还要多 而且小孩子太小又放在人家的地方 你会觉得不放心 那这边的话我就细说一下 从零岁到五岁上学之前 这段时间小孩子如果送到一些daycare 或者是幼稚园之类的花费大概是多少 那这边也是有很多托儿所是接受这些小婴儿的 我记得我朋友那时候三个月大的baby送过去的时候 他一个月的费用是一千五百到两千五百美金左右的 那这个费用呢 我现在是住在纽约市皇后区这边 那一岁到两岁之间呢 其实相差也不多 但是反而是因为在这边是婴儿越小 就是小孩子越小的时候 例如说他可能说一岁之前 这边是规定是一个大人只能看四个婴儿 然后等到一岁多了之后呢 就可能说是一个大人可以看六到八个小孩子 所以费用的话就是稍微会减少 随着小孩子的年龄增加 那一岁到两岁期间的话 其实也是费用其实也是差不多 也是大概一千五百美金到两千五百美金左右 那这个差价是在哪里呢 那如果我住的皇后区这边 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开的一些幼稚园 或者是托尔索 那还有很多是外国人开的 也有很多是连锁的一些点 而且按照你居住的那个city的 就是你居住的那个城市不一样 像例如说同样是在纽约州 如果是住在长岛 长岛叫Long Island 然后这边的话 他的费用会稍微高一点 那同样也是在纽约市 但是如果你是居住在曼哈顿那一区的话 可能又会比较贵一点 所以他有一个gap 就是有一个范围 但是肯定是不少于一千五百美金的一个月 那像老二的情况的话 现在Yuna那时候我基本上都不记得 都已经太大了 那老二的话现在是三岁 今天夏天就会是四岁了 那他也是 我一开始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呢 是大概二十个月大左右了 那二十个月的左右呢 那时候他是尿片还没有戒掉 然后送去的不是说是很大的幼稚园 这边会分一些幼稚园 有一些是专门的幼稚园 然后他会分一些小班 大班重班这样子 可能班会比较多 然后有自己的一个building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一二楼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小院 或是里面有一些可以小孩子玩的地方 那我送去的这一家呢 是之前我大女儿送的那一家出来的一个老师 他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开的 那也是叫family daycare 就是家庭的幼稚园这种 家庭幼稚园 但是都是有执照的 那这一家的话 他是他自己一个老师 他又请了一个副教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是应该是可以招12到18个小孩子左右 所以因为也是认识 可能也是同样是中国人 价钱会稍微便宜一点 那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收的时候是大概900到1000美金左右 因为其实大概两岁的小孩子 这边的 航后居这边的价格 都是大概900到1200美金左右 然后可能你会找一些稍微大一点的 或者是刚刚讲的一些连锁的 外国人开的 价位可能会稍微更贵一点 那也是要看里面的 就是有什么样的家的东西 有一些好的地方的话 甚至还有一些游泳客之类的 这些是不是很普遍的 但是也有 像这种幼稚园就会比较贵一点 那普遍来讲 我就大概讲一个900美金 已经算还不错的了 一般来讲都是1000美金到1200美金左右 那如果这个也是取决于小孩子 那小孩子如果说已经戒掉了尿片 一般情况下 中国的小孩子 我觉得大概两岁 大概三岁之内 都是可以戒掉尿片的 那如果尿片已经戒掉的话 那时候是 老二是大概两岁的时候 已经戒掉尿片了 然后戒掉尿片之后呢 然后又减了50美金左右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 一千美金以下是花在老二的一个月的 幼稚园的费用 那现在在纽约市的话 他在推行一个 叫3K的一个计划 那3K的一个计划是政府推行的 然后是冥想所有的满三周岁的小孩子 可以收到免费的教育 那他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是8点半到2点半 通常是大概六个小时左右 也不是说所有的纽约市的小孩子 都可以享受到 可能估计大概202 可能估计大概2021年左右的话 应该是纽约市所有的三岁小孩子 都可以享受到的 那如果说可以申请得到 免费的政府资助的 就是免费 免费六个小时的计划的话 就三岁的时候就是免费的 但是没有的话 也就等于说 三岁到四周岁之前 这段时间的话 其实daycare的费用 幼儿园的费用也是差不多 也是900美金到1200美金左右 那满四周岁的小孩子的话 像老二今年夏天 他就满四周岁了 那满四周岁的小孩子 在纽约市里有一个叫pre-k的计划 就是pre-kindergarten 然后刚刚有讲过 美国纽约州 纽约市这边的小学 是从kindergarten五岁开始的 所以pre-kindergarten 就是说进去kindergarten 幼稚园之前的学前班 满四周岁的就叫pre-k 所以这个只要是在纽约市的 满四周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在自己的住所 或者做一些指甲 一些托儿所觉得好像自己心里放不下 每个经济状况都会有非常大的出入的 那尤其是如果在这边是完全没有家人的情况下 要带自己 自己带自己的小孩 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蛮理解一些中国 在这边的中国的父母 他们经常会可能说 baby小的时候会直接送回国 然后就是麻烦可能说 老人家在那边帮忙带一下 那说实在的也不用说完完全全关于他们 我觉得只要是自己的孩子肯定是不舍得 但是要知道在这边 一边带小孩一边看 一边上班赚钱 其实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情 因为早上可能说要很早就要出门 可能说八点出门 然后晚上可能说回到家都要七八点 那这种情况下 你其实赚出来赚回来的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 其实都是花在小孩子的托儿所 跟一些幼稚园的费用上面 其实这样相比较之下的话 那你宁愿是自己的小孩子自己带会比较放心一点 其实辛苦归辛苦 但是小孩子带来的那些幸福和快乐 我觉得其实是无价的 当然有时候也是他们会哭起来 或者是闹起来 不听自己话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抓狂 不过 我觉得过来了 我还可以这样笑着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边的情况 可能因为小孩子比较小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不管是精神上的 或者是体力上的 或者是经济上的 但是那如果你是新手爸爸妈妈的话 那我只能说请你乐在其中 因为小孩子过了那段时间 长大了 你会非常非常的希望 他再慢慢慢慢的长大 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我觉得过了这个坎 你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始终的 我早点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